講到江儀七的美食很多人 第一的想到應該就是回家的肉飯 不過江儀七是在台灣第一的建設的夏季 小小的六十平方公立黨中 其實有高達三百種以上的美食 在為了要來擴大行銷提供在地的美食 江儀七政府在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補助之下 既然在加油美食的比賽 要請民眾投票後 上街基於代表性的在地美食 北丸弄肉飯 喝通明三個魚頭 菜家包子 還有二鴨頭麻辣涼麵和老里長雞肉飯 半母田 北方麵食和阿萊瓦粿 你最喜歡到一項 即使在地面在地特色的美食業者 是打電視 江儀七富士長在胃泡化身身為阿波西 和里長老中原非常喜歡到製作 粿雞肉飯 要請民眾投票來發現江儀在地美食 嘉儀在古時候就是一個第一古城 在台灣就第一古城 我相信第一古城所醞釀的一些文化 在美食這一部分 當然也有第一的意涵 只是我們要推廣它 繼續推廣它 我們要覺得好的東西 要與他人分享 這也是我們嘉儀四政府 這乎旁貸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 業界也要拿出自己的真材 實學的本領 把更好的美食向國人 向全世界去行銷 去推銷 推動在地觀光美食行銷 經濟部中小競爭 主播作電行政府辦理到 上一項機構創新發展劑位 包括 台灣行動支付投入 創意AR 伴出的包裝 依化 優定設計和美食經濟華東 其中加油美食 網路票選準備早期 歡迎民眾官警告 華東的網站 輸用臉書的帳號來登錄 投票 到機會將電動機車和手機 走到那裡 也歡迎全國民眾作為 來參加到冰備和投票 最新新聞 丟臉從王宣傳 剛以期蔡宏伯德 感谢观看